我觉得他像个外星人 身体特征吧 反正与咱们地球人差别很大 反正是一些影视作品上吧 外星人就是这个形象 在屋里的这个丙桂里 躺着一个沈昌月一米九的东西 他整体上称灰白色 脑袋硕大 沈星小瘦 头部有清晰的污管 眼睛称暗红色 有款大的收张和交织 这就是离开口中 那个被自己垫似的外星人 一样的地方吧 就是有头有四肢去干 不一样的地方吧 就是他的皮肤啊 颜色和咱们平常人不一样 眼睛不一样 李大哥说 自己垫似这个外星人 是三月份的事 为了能更好的包装 他先是夹了鞋 放肤剂 然后就把他冻进了冰柜 甜甜当宝贝一样看着 接着一再清秋 李大哥的答应 打开玻璃 让我们情情磨一磨 这皮肤是软的 因为那个弹性 比人的皮肤稍微硬一点 眼皮碰一下 稍微硬一下 是吧 胶重 感觉像胶重 好家伙 看上去真是这么个事啊 好 这货 这外星人吃的磨 这关键 长得打我个子 一米九朵 跟吴松龙差不多 你说这 能动在冰箱里 他要是活梦乱跳的时候 这一般人 他想不住他呀 这怎么把这外星人鼓动来的 你听听这位老兄弟说法 好家伙 那可悬会了 和看 可慢点 差不多 李大哥说 几年三月初的一个晚上 他在荒河岸边 普设了电网 准备点击纸 野兔下酒 凌晨两点多 就在神兽不见五指的黑暗中 突然射出了一道枪广 一共五个外星人 站在那里 他们站在那里呢 看着我 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 就是当时就这样对视的吧 这个时候我就 掏出手机来 想就是说拍个照吧 只拍了一张 我的自行船就被 一下子吸到飞碟里面去了 说是吃 那是快 眼见着自己 哪除了铃铛不响 哪里都响着自行船 就要被外星人 非法劫持而去 李大哥当时是 气渣心肝肺 腰碎扣肿压 随从摸几块石头 就要从外星人 上去练练 就是说 你们外星人 这个科技不是挺发达吗 你干嘛要吸我的自行船 再说 我平常都能垫着 五六只野兔 那些晚上 怎么一只也没垫着 肯定也是 就是被你们这么 这么弄走的 强男自行船不说 还偷电按着拖子 这真是欺负人 欺负倒架了 李大哥当下 高贺一声 来 俺老李不发美 你就这拿俺等 俺老皮特呀 一瞬间 老李他这曾经 包围过地球的奥特曼 炒人灯 英雄的足迹 开始了对外星人的番机 当时大家就捡起这么大一块石头 我就朝那个飞碟这样就砸过去了 砸过去这个石头落在那个飞碟上之后呢 就一下子就爆了 那五个外星人一看我砸他的车 当然咱们就叫我砸他的飞碟吧 他就一起朝我走过来了 当时他们的脚步是非常坚定 一点没有放慢脚步的意思 就仿佛一定要把我抓住死的 俗话说好汉不迟 严谦魁 严谦着一个地球人 打不过五个外星人 李大哥脑筋一转 记上醒来 你 你 你们 有本事你等着 啊 扔下话后 人家撒腿就跑 往回逃跑的过程当中呢 我也没有忘记跳起来 跨过自己不设的电网 但是后边跟着追的那个外星人 他却没有看见我下的电网 就打头的那一个 一下子蹚的那个高牙电网 就电死了 跟李大哥跑回家 听外边没了动静 人家又牵着狗 回到了始罚县堂 把那条狗呢 就就就上 又过去 然后就开始 就是闻一闻了闻 舔了舔 然后就开始咬这个外星人 我一看被狗咬 都不懂 那当然是死了 耶 故事后 有个人熟悉熟悉下 就等到了一只装死的兔子 那这会儿 不敢电网 就电上了个外星人 厉害呀 越想越开心的李大哥 当下就找了辆三轮车 把外星人 拉回了自己的藏库 这事过去没提前 就由悲劲的专家上门了 出事了一个 就就好像是工作正义类的东西吧 我看见写的是 有中国科学院几个字 然后我又看见物理 还有个锁 专家认为 他确定不是 不是地球上的领党类 也不是地球上的人类 李大哥的说法 当时悲劲的专家 并没有查出 这是个杀样的神物 跟双方约定好的包密 极限一过 李大哥就把自己的经历 和这个外星人派了仗上了网 这东西你愿意卖吗 我不愿意卖 因为当时下来五个吧 逮着一个跑了四个 就是说万一我想 就是说哪一天 那四个外星人 再来找我的时候呢 并不是有意把你们 把你这个同伴垫死的 即使是垫死了 我也保存得很好 等着有一天 你们把他接走吧 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们不要太怪罪我 那你有没有愿意 把他捐献出来 这个提供给科学研究 并不愿意 把他捐献出来 提供给科学研究 因为就是好像 跟他是有缘分嘛 都这么长时间了 也产生一定的感情了 我每天都 就像我一样 就像我一样 这样一个那种 呢 就像我一样 就像我一样 啊 我就像我一样 下来 你 还 我一样 你 我一样 我一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